南港輪胎公司傳出負責採購業務的一名誠信嫌理 涉嫌向廠商收取回扣 刑事局經過兩個月的清查後 今天搜索了誠信協理的辦公室和住處 並且在他的住處查獲了大筆現金 估計總金額超過新台幣2億元 南港輪胎公司高層傍晚召開臨時董事會 決議解雇涉案員工 同時也向涉案員工還有廠商求償 警方已經在晚間把涉案人移送北檢附巡 陳先生有收錢嗎 不說就是不說 不過後面這些紙箱 行李箱 可是清清楚楚的證明 自己的確收了回扣 而且金額還高達2億多 穿著潛色T恤對著鏡頭不發一語的男子 就是南港輪胎的資財部誠信協理 負責採購業務 涉嫌長期跟廠商收取回扣 而更在他後頭的是他的太太 負責洗錢 檢查官只為本局的調查 發現該犯嫌涉嫌利用職務之便 向公司的廠商長期收取回扣 可能長達了十多年 造成公司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背信的危害 刑事局在5月中接獲報案 指出陳新協力涉嫌利用職務之便 長期向採購貿易商索取回扣款 導致公司採購成本大增還出現龐大 資金缺口 警方調查發現陳新協力從1997年開始就向上油廠商索取 橡膠原料 每公噸7到40元美金不等的回扣 而且這還不只一間這麼做 警方發現總共有十多間上油廠商 平凡向陳新協力支付回扣換取採購單 加一加回扣金額應該遠超過檢警收到的兩億多 有檢察官親自帶隊南下前往新竹縣 新竹市兩處所執行搜索 那在犯嫌的住家裡面也搜索查扣到 相關的市政以及一批的現金 查扣的是兩個四個紙箱以及兩個行李箱 公司高層傍晚召開臨時董事會解雇涉案員工 同時也向涉案員工和涉案廠商提出賠償 以維護公司名譽和股東權益 警方晚間依違反正確交易法 洗錢防治法和背信等罪 移送台北地檢署覆訊 宇人TV這種報導